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量的部分好不容易也催出来一点点 稍微放大来到972亿 期货部分竟然是收红的 今天感觉上外资似乎又是出重手在买了 那行情接下来8840要看就在眼前了 几乎就要过了 那接下来行情要怎么来做观察的 基本上赶快先请到专家 请到是弯通国际投国总经理丁超 丁超老师好 师傅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现在这个8840其实基本上严格说下已经过了 加上除全息的结束早就过了 那现阶段往上呢 今天你看又再大买了147亿 感觉这个行情好像看回不回了 不会回了 一路了 一路涨上去 你刚刚讲8840对不对 那个已经不用讨论这个东西了 为什么 当然那个是一个指标 8840是在今年的3月21号 那8871是去年的11月5号 那可是这两个点啊 因为你最近一直在除息 刚刚师傅已经跟各位讲过嘛 因为一直在除息 那如果说从台湾从7月1号都不开盘 完全不开盘到9月30号开盘 假设我们修饰三个月 那我们那天开盘要掉360点 就是到9月30号那天开盘 要不见了360点 就是都没有教育的情况之下 要掉了360点 那360点就是台币一兆多 因为要发出现金给股东 要发股息 但是你不要忘了要缴2% 要跌高 健保费 补充的 所以我一直讲说 从7月份8月份9月份 这个你从现货市场 现货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叫现货 你所看到的指数 其实已经失诊了嘛 因为它已经被扣掉了 那今天是7月11号 从7月 从6月底 6月份就扣了4点 那从7月份 你也知道台积电 除息7月初 到现在目前又扣了100多点了 所以目前来讲 虽然是收盘8786 那你把它加上至少100点 其实就8886以上了嘛 甚至到8,900了嘛 大家都很清楚嘛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讲 这个已经有点失诊 那你要看哪里比较准 看期货指数 看7月份的期约 8月份的期约 对不对 9月份的期约 看近月份的 跟远月份的期约 因为期货指数 它已经预先会领先市场 它会反映出来 它有价格发现的功能 所以期货指数里面 它的点数 为什么会形成逆价差 那很正常 因为它已经预备 被先扣出来了 被扣减掉了 所以它当然会有逆价差 所以我们从期货指数来看 搭配线后来看 怎么看这个盘都是要喷出来 这是 扎板的 扎板的 就好像我那天 最近 因为 没有拿据人看 你知道吗 我就只好看到小薇去了 小薇是我的偶像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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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师 小薇 那是 网球那个 我 大家都会偶像 反正能运动 大家都会偶像 马英吉也会偶像 因为马英吉也可以带我 对吧 虽然带不账我 但是他也是我的偶像 小薇那时候 在跟那个 跟那个德国女将 打到最后一盘的时候 最后一盘的最后一局 最后一盘的最后一局 那已经赢定了 你知道 因为打两盘 那最后一盘的最后一局 小薇怎么 那就是 类似象征我讲的就是 已经是赢定了 那小薇只是要 用多少球 把它处理掉而已 他结果连续打了四个S 把它扛掉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对不对 S就是他打不到 打过去他接不起来 那个就是迟早了 早晚的 那现在这个盘 早晚的噴出来 早晚了 那什么时候噴呢 我当然是不希望说 噴那么快 噴那么快的话 大家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这个盘式已经又 演变到 有点类似像什么 有点类似像 哇 又剩下台积电在涨 又剩下中华电信在涨 又剩下台歌大在涨 变成有点 有点比较麻烦 是在涨那个全值股 金融股虽然涨的不是很多 但是金融股都是 成交量都是 最后都有尾盘拉上来 所以你看看 所谓的全值股就是台湾50 跟台湾中型100这些股票 那这些股票都是外资在买的 因为外资不会买小型股 如果小型股有外资 那是假外资 大家要记得 外资不是 外资的有规定 他股票不能随便乱买的 乱买会被打卡成 只有你可以随便乱买 外资不能随便乱买 外资一定规定要买台积电鸿海的 这是规定的 要买台积电链发科 这是规定的 你不用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盘是外资在处理 那今天是涨100多点 那外资如果说 美国股市如果不涨 或者是美国股市跌 外资就会卖 那就是要规定 所以我们只要观察 美国股市会不会创新高 就可以了解外资的 现在目前的动作 那如果外资的动作 是偏多的 那你觉得 现在目前谁是偏空的 当然是你偏空 台湾人偏空 台湾的散户偏空 台湾的内资偏空 当然也有少数的内资 跟业内 也做了一些少数的主力股 但是那个比例上不大 很多股票 台湾上很多股票 不是外资做的 也是创新高 维持强势 但是那个档数比例 跟整个1600档来讲 比例不够多 那为什么这么少 为什么农资这么少 因为你不要买股票 你不买 我知道 如果你有股票的话 也是套在天涯海角 买在天荒地牢 你是清末民初留下来 我知道 就是古时候的 跟阿土伯一样 摆了好几年的 那个不叫买股票 那个叫套牢 永远不动的 那个不算 我的意思就是说 散户不会再近期 进场买股票 为什么 我们从成交量来看 我们从这个 融资的余额来看 我们从每日的一个 资券相抵 以前资券相抵 每一天都有20万张以上 现在资券相抵 大概就是不到10万张 不到10万 有时候才5 6万张 我每天都要看 我很清楚 所以散户不做股票 那散户不做股票 已经也很久一段时间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的主委 老丁 我叫中丁 你叫小丁 老丁 老丁也讲过 老丁说要想办法 拜托老丁你快想办法 不然的话 我们这个资本市场 真的会垮掉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因为 你再去一千点 投资品 你也不要买 我怎么说 你也不要买 我又没办法 所以我只好什么 我想说台湾你不做 不然我们来做 做日本也好 做日本的营党 好 Japan 我把它翻译成日本 我们吃饭的 日本的营党就去 我来说日本的 7月7号 7月7号 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卖掉港湖再把它买回来 因为我笃定它会涨 7月7号应该是台风前一天 台风前前 对不对 7月7号 那我们买日本2X 那时候买回来 大概是也一样 也一样12块把它买起来 12块 因为我就笃定它会涨 因为 为什么我笃定日本会涨 不是日本好 日本没有比较好 是因为全世界都会涨 全世界都会去 所以日本也是全世界 挤动一下 日本也是挤动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 这个盘式有点像那个假摔 假摔 那打篮球不是常常有假摔吗 我估计过 打篮球最会假摔的就是 WM Gens WM Gens 最会假摔 大家都在那 在那 假装跌倒 人家稍微给他晒一下风 他就自己就把他趴在地上 在那边哀哀叫 这个叫假摔 那为什么要假摔 你现在当取得犯规的机会 因为假摔有时候裁判会看错 结果自己跌倒了 裁判以为人家对方推他的 那他就可以取得罚球 你知道 或者是取得球权 这个叫假摔 那这个盘式 在 在这个 英国离开欧洲 退出欧洲的时候 那个 就是类似像假摔 故意的 因为法人知道 你会害怕 所以他们也知道 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英国你刚好要退出欧洲 刚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你摔下去 那时候你看 6月24号 6月25号 全世界 两天时间里面 所有的资本市场 总共损失了80兆台币 两天蒸发了80兆 现在全部要回来 现在哪一个国家没有要回来 连英国自己都要回来 现在目前的指数 谁比6月24号还低 很少 大部分都比6月24号还高 美国也是啊 美国四大指数已经 已经是完全的强 非常强悍了 美国股市随时会按照 季线的周扣底子来看 美国股市随时会 喷出 我们从一个指数 美国四大指数里面最标准是 基优股就是 南筹股就是 SP500指数 我们看一下 SP500指数 看这个最准 SP500指数 美国最伟大的 500党股票所组成的 对不对 他这个是在 应该如果 我记得没有错 他应该是在 这个CME里面挂牌 像道琼斯是在 NICE里面挂牌 纽约交易手 那你看啊 这个我们如果 从周K线来看 这个SP500指数 现在目前点数收盘 是2131点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从周K线来看 他历史高点 其实 其实随时啊 其实随时就会 就会来挑战 怎么看都是强 这个叫假摔了 你看那两个礼拜以后 你看那你6月24号掉下来以后 两个礼拜就这样 就过高点 而且 很多投资品 会会会想说 哎 这边又碰到了压力 我没有在看压力的 像早上那个 我在联系的时候 一会问我说压力 我说没有压力 他说八千 很多人说八千八 今天我礼拜六 礼拜天报纸 很多人跟你讲说八千八压力 我没有在看压力的 我没有在看支撑压力 我是看方向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他是一个掌势 我就没有在看八八四点 跟八八七 我没有看这种东西的 压力支撑不是我在 在讲的 因为我 那个不重要 那个一个趋势的力量 比人强嘛 你根本挡不住他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盘势啊 不是说我讲了以后 而明天就会大涨 两百点三百点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这个早晚都会嘎空了 那希望不要那么快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等到美国 四大指数全部喷出 你才相信我的话 那就有点慢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投资朋友会担心说 很多人担心 每天都担心说拉回 那股票当然就是 一定会涨多 会拉回 或者是会出现一些状况 放空的投资朋友 放空的老师 今天一定讲 那个3552的同志啊 也就只有他跌停板 而已有什么好讲的 你怎么不讲他涨停板的 讲那个干什么 每天都没有 会有股票表现不好啊 涨多总是会跌啊 有时候营收报告 主力故意用营收报告 给他踹一脚啊 你怎么知道他又不是 他是不是假摔 搞不好他也是一当假摔的嘛 对不对 假摔 假的假摔倒嘛 其实都不能摔倒 假装跌打嘛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你看 大盘假摔以后你看 经过两个礼拜这样子 过高点 那我跟各位讲过嘛 我上个礼拜不是跟各位讲 你再怎么保守 你看到了8782点突破 你一定要买股票 我不是有跟各位讲过吗 我说这个大盘是在8782 跟8374之间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在今天突破以前 是不是这边整理 没有错吧 他都他也都已经过了 是不是 不是8782讲错了 之前是8374跟8716 这个地方整理 假摔是这个时候嘛 对不对 然后过了8716 那到了8000 到上个礼拜最高点 上个礼拜最高点不是8795 上礼拜最高点是8782 那你再把8782跟8374 又形成一个 两个一个低一个高 那这个地方又进入中间里面高低的整理 那整理以后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不是有一天有跌了140点掉下来吗 那也是假摔啊 大家也假的啊 结果又经过了礼拜四 又涨 今天又突破 照处一样嘛 照处不是又突破高点 是不是又突破高点 那你会觉得说 老师怎么高点也都没有过8800 都在8795 都在那边滚来滚去啊 滚来滚去的原因是因为假的嘛 我就跟你讲假的啊 因为他已经被扣掉点数100点了 如果没有扣掉早就过了8871了 所以你跟我一直计较8870点干嘛 那不是很奇怪吗 很意气用事吗 所以我现在不是跟你讲指数嘛 我是跟你讲指数一定会涨的嘛 那只是说你怎么 你怎么进场 找时间进去做而已 那我们是做股票嘛 那做股票好啊 当然是做什么股票 当然要买 做台积电啊 对不对 当然我们做股票要做台积电嘛 没有错吧 因为他是外资必须规定要买的股票嘛 那还有说谁 做红海嘛 还有做谁 联发科嘛 这规定要买的嘛 还有做谁 2412的啊 充滑电信啊 每天开门 每天你就要购钱给他 你就不用卡地毁 对不对 3045的这个台歌大啊 这不都卡这边啊 不然就是那个台售啊 没有人而已啊 还有台话啊 台售话 客气也去这 这就是全职股嘛 所以你要买这些啊 是不是要买这些 不然你最少也要买富方金啊 国泰金啊 兆风金啊 不然台泥雅泥也好啊 统一啊 中钢啊 这规定要买的啊 保存啊 丰泰啊 那个丰泰啊 9904的丰泰啊 丰泰不是904啊 忘记了 丰泰啊 反正就是这些股票 这是全职股啊 你知道吗 你买这些啊 很多同志们说 老师我就没在买台积电了 虽然它天天涨 好像标股一样 但是我就没在买这个 因为我买这个给人笑 你如果给人笑 你就不要买这个嘛 不然你买台泥啊 你买台积电会被笑 那我是真的很奇怪 那你就买台泥好了 那买台泥你也怕被笑 啊不然你买什么 买立金茂德是不是 啊立金茂德你买台泥 现在没在台湾 没在挂牌啊 要买台泥啊 不然你买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了嘛 现在投资民 你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啊 我知道以上所练到的股票 一档你都不会买 而且你会很怕人家笑 我知道 可是这些股票都是外市在买的 你知道吗 那至于说 为什么说这个大盘涨上来以后 它一定会走喷出 那一定的 那你到底 如果这些股票你不买 你要买什么股票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 好 这是在今天的行情步伐 当然哪些股票要买呢 我们下期节目还来要更多分析 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 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 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先卖再买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 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 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77259668 这是低运所见 这是下一秒体验 这是眼前科技 这才是你真实的下雨感受 这样的光来自天气 更来自公益 这动力开启感官的震撼之旅 The New Audi A4 撼动感官界限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未来空调再进化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No.1 天气热 它就是冷气 马上开机 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 天气潮湿 它就是除湿机 跟过敏 发霉 潮湿 说拜拜 空气脏 它就是清净机 有效过滤 体验2.5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 天气冷 它就是烘干机 陪您全家度过寒冬 多机一体 超强功能 高效能 一耗电 还可以啪啪燥 想要哪里吹冷气 就推到哪里 你还在用耗电旧型的冷气机吗 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 烘干机 一大堆的机器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一台比多台 一般的价钱 多重的享受 直吹式冷气 吹出健康 高效能 低耗电 不滴水 免安装 免排水 现在只要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凉静冷的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妈妈的拥抱 值得信赖 爸爸的肩膀 值得信赖 专业的伙伴 值得信赖 值得信赖的好伙伴 阳性银行 财富管理 支持海军 支持国防 欢迎回到超级大赢家 先进一段来说 选股要怎么选呢 最近好像似乎都锁定外资 尤其好外资喜欢的股票 包括一些全职啦 包括这个面板双虎啦 甚至像是之前的这个 比较热门的股票 今天都在涨 反倒是譬如说 像生计今天是 跌得比较重一些些 还有像是同志的部分 那现阶段呢 选股当初要怎么来挑呢 丁曹老师 最勇敢的人买最强的股票啦 追就对了 对呀 股票本来就要追啦 但是我说追人家会说 我是混蛋 他们会说我不对 但是事实上股票 就是追才会对 那8341就好 你不追你怎么有办法拿到 8341那个叫西伯 你在第一天涨的时候 你那天过高点 不是不是西伯是什么 3541讲错 把3541 第一天他一百零几块的时候 那个就是追啊 如果你106块那一天 你去买 一定有人跟你讲 不要追高 可是如果你不买106 你买得到吗 所以股票市场 这个是一个关联的问题 很多东西都实施 意气用事嘛 然后最后都纵火受尽 都是讲错 很多分析师的解盘都是错的 股票本来就是要追 本来就是要买强势股 难道我这样讲有错吗 那好啊 我问你现在大盘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 大盘过了8782 现在过了8782 那现在我们在8782之上买股票 按照你们的定义 叫我说最高呢 因为过了8782不是 我现在只要8783 我就算追高了嘛 8784我也是追高啊 8800我也是追高 你知道博医师吗 什么叫追高我听不懂 我是教你说看蛮强势股 这个观念 而不是要一直嘴巴碎碎碎 念说是追高 股票没有什么叫追高了啦 也没有什么叫沙滴的 股票跌本来就要卖掉啊 什么叫沙滴 你有时候股票跌下来不卖的话 他要跌他要跌五成 结果跌五%你不走 你说他你叫沙滴 结果后面还有45%等你 什么叫沙滴 有时候我不喜欢讲这个啦 讲这个你说以为说 啊我现在我观念错误 是你们观念错误 不是我观念错误 我观念没有错啊 就买最强的股票 本来就是要追啊 不然怎么办呢 你怎么买呢 你不买他就一直跑啊 叫你低接你说 你说你不买弱势股 那很矛盾嘛 那只好这样啊 不然要怎么 台湾的股票不敢买 不然要买日本啊 不买就买一斤 台湾不敢买日本啊 不买日本啊 日本总是敢嘛 连日本都不敢买啊 那怎么办呢 那买伟烈瑞拉是不是 你知道伟烈瑞拉现在通货膨胀 率百分之 好几 好几倍你知道吗 伟烈瑞拉 卖公英啦 报新闻都有讲啊 你看日本二叉今天 我礼拜七月七号那天买 今天日本二叉涨了快六把 而且 眼看这个日本的货币啊 我认为这一次 会贬到大概一百零五块 有机会 所以日本股市 它不会只是涨今天六百点而已 它一定会补上来的 所以像这种股票要一二十%拿起来 不会太困难 我没有便宜 而且按照规定 自营商必须要补回来啊 它不得不补啊 我强迫它补啊 不然你看看自营商会不会买 它今天买太少 明天必须给我补回来 这是规定的 因为我们是跟自营商对做的 你要搞清楚 它既然敢发行 对不对 它 当日本股市涨起来 它就必须要把它货补回来 这叫规定 没得讨价还价的啦 那为什么它涨那么慢 才涨六% 因为自营商还心不甘 情不厌补啊 它没会修 他不会补 它慢慢的补嘛 现在到时候又起起来 一样加坑 加到炒头 它没补就不行 你听我的意思吗 那再讲第二档 中美金嘛 这太阳能嘛 太阳能今天大概都没什么涨 这个也是开高走低啊 那我跟你讲 我七月七号那天 买这档股票的时候啊 说盘是三六九 我记得嘛 那我们大概买三六三三六四 大概是这样 那今天开盘是三七点六五 还不错 但是整个太阳能族群 到目前为止 今天都没有滚量 也没什么涨跌啦 就开高走低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讲 很简单啊 这档股票的净值超过四十块 四十块半啊 而且它是做半导体西间园啊 半导体的啊 也是做太阳能的啊 它也有做半导体啊 那严格上讲起来 它属于半导体啊 没有错它是半导体啊 那这种股票是底部呢 而且是技术面是强的 你看它季线趋势 月线趋势是往上走的 我都挑这种股票嘛 都是强的嘛 多头的股票我才要啊 那我会在乎今天开高走低吗 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我不能每一天都讲 那些涨停板的股票 每一天拿来这边给你骗你啊 或者买了一百档股票 天天在换股啊 我们做股票做这么少 对不对 所以头的股票 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不管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你总归一去 你就是要买 你要买 你不敢追 不敢买创新高股票 但是你至少要敢买 你不敢追踪是要用买的嘛 低接种可以吧 连低的买 跌下还没涨都不敢买 那我只要问你是要做什么 我还要说你听不懂 这盘子是绝对是大气的 要加工 贪头没机会了 早上那个义华问我说 这个盘怎么看 我说这个不是高 这不是空头 他说空单怎么办 我说空单 我不知道他怎么办 我已经给他们 他们多机会了 已经收知已情 讲那么多道理 他还是不听我的话 我只要给他嘎到秃头 空头变秃头 我沒有插頭 我跟你說的 頭在旁邊走 我跟你說的 讓你禿頭 絕對不撈空頭 我已經講過了 嘴巴放 我已經這麼客氣了 一直叫你們不要做空 不要做空 你到現在還一直在做空 說不聽 這盤子會大氣 基礎也一樣 把你打得臭頭 不能再做空了 機會只給出手的人 3.21 3.21如果不曉得 打電話到公司來洽詢 價差操作 我在座強調 你不管是指數也好 股票也好 你千萬不要再做空了 為什麼 大部分百分之八 九十的股票都在漲 為什麼要做空 為什麼你經常跟公司同志 怕落個股票 那也要一支而已 一檔而已 大部分股票都蓋起來 不會做多 你身貨也要挖大幅 你挖的水平 所以不要再聽那些空頭的話 勇敢做多 希望指數能夠跌下讓我們買 不要怕指數拉回 拉回就買 這是我們目前的 今天的一個報告 我們把時間交回給主播 謝謝 好的 今天行情的部分 但是現階段來說 這個行情持續往上看漲 尤其現階段來說 這個行情很不錯 別等時間鎖定我們的節目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